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緊接著再度來到這個水源市場 那這一次就要吃別間的了 好像叫大水源吧 那就要看到有沒有開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這間店了 然後真的老闆同意,然後拍這一間店 它就叫大水源 然後就算是下午的時段,生意也還蠻好的 那菜單都在上面 那感覺上看起來好像還蠻好吃的 那這一面是點餐的正面 我剛剛拍的那個是側面 那我 我要點 我要一個腿褲飯內用 然後三個烤雞腿便當外帶 那所以你們是沒有空班時間的嗎 就是從中午到晚上 好,應該是 現在是下午 好,那我內用的我要菜補蛋 好 三個菜吧 對 高麗菜跟那個綠色的好了 你們沒有空班的 你們沒有空班的啦 沒有 謝謝 腿褲 然後我有三個烤雞腿便當外帶 我還有三個烤雞腿便當外帶 對 好,菜一樣就好了 跟我剛剛一樣就可以了 好,菜一樣就好了 跟我剛剛一樣就可以了 好,感覺上看起來不錯 喔 菜色啦 呃 那就 豆腐好了 對 對,沒有錯 烤雞腿 好,那他們便當的菜色還算蠻豐富的喔 好,那就三個配菜跟腿烏肉啦 那剛剛 好像差一點沒跟店家溝通好 我跟其中一個工作人講說我可不可以拍他同意喔 但是好像沒有跟別人講 所以剛剛又解釋了老半天喔 好,那大概只能這樣拍了 好,那我就取肉的畫面好了 有一點放不下 因為這個桌子很小的關係喔 好,那現在吃吃看喔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腿骨肉喔 不會滋滋不會滋滋的這樣子喔 嗯 嗯 皮的部分還蠻香的喔 然後肉的部分比較瘦這樣喔 嗯 還不錯 嗯 不過他的肉真的比較偏瘦啦 所以一般喜歡吃不滋滋的朋友 你可能會有點小失望喔 因為真的就比較瘦 大概八成是瘦肉喔 就一兩成是小肥肉喔 嗯,因為我蠻喜歡吃這個不滋滋的皮喔 所以 五分 就覺得還好 好,那這個 腿骨的部分我覺得是 八十五分喔 那當然你喜歡吃健康的部分的話 就是 比較喜歡吃solo的話 你會很喜歡喔 對我而言阿 我個人而言就是覺得不夠肥阿 好,那滷的也蠻香的啦 好,聲音也蠻好的喔 這塊應該比較肥吧 好,這個比較好吃 嗯嗯嗯 不然你可能就是要詢問店家啦 應該也可以切肥一點的部分吧 好,那肉的部分是這樣阿 當然他們有很多種主菜啦 好,這樣 好,那內用就是一碗白飯阿 如果再續一次要十塊錢 然後我剛剛有請老闆加滷汁喔 然後他就順便再幫我加了菜脯啦 好,這樣 喔,這個菜脯還蠻辣的喔 辣的蠻有味道喔 所以要小心吃喔 差不多等於是一個中辣的程度 但是還蠻開胃的喔 阿你如果怕吃辣的話 這個你就可能不要加了 辣辣的這樣 好,那配菜吃吃看喔 這個是菜脯蛋喔 菜脯蛋煎的還蠻香的喔 菜脯蛋 好,從背景你就可以聽到客人是一直不停的來喔 所以聲音蠻不錯的喔 這個是 嗯 炒高麗菜還蠻有味道的喔 好像是高山的 甜甜的喔 甘甜甘甜的 還是龍虛吧 嗯 配菜都很好吃喔 然後感覺整體分數是90分 還不錯 這外帶回去的人蠻多的喔 他們便當的水準蠻好吃的喔 難怪這麼有名這樣子 好,那最後是他們的名片喔 地址在台北市羅斯福路市段92號1樓 水淵市場內喔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全部的菜單喔 那感覺他們的便當就是還蠻精緻的喔 然後價錢就是 蠻平實的價格喔 可以外帶回去吃吃看 我覺得還不錯啦 如果你喜歡吃這個 我剛說的這個腿固肉 你可能 艾絲肥的要跟老闆點比較肥一點的 所以我這90塊 好,那後來就祝你用餐愉快喔 掰掰